杨豆呢 这家里都乱成垃圾场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磕瓜子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不是问我每天都在家干什么吗 我想了很久也没想起来 所以今天我就试了试 什么都没干 你疯了吧 不想过怎么说 好啊 我是不想过 你以为你提供了钞票就主宰了这个家吗 你以为这些琐碎的家务比赚钱容易吗 今天做饭没放盐吗 这怎么一点味儿都没有 这人怎么吃 我记得我放了呀 估计是刚刚 我做饭的时候 跑去给波尼换尿布 回来给忘了 我再去给你炒一盘吧 天天在家这点肉都做不好 我去你回来干嘛呢 杨逗逗 我都跟你说了我这衣服明天见客户我要穿呢 你怎么还没给我洗啊 你先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就洗 刚刚孩子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了 我还没顾上 什么 你怎么能把闺女摔了 不是故意的 我就想想冲那个奶粉的孩子就 我告诉你杨逗逗 我闺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等着离婚吧 真不知道你天天在家忙过什么呢 饭饭做不好 衣服衣服洗不好 现在我闺女的生命安全都保证不了 早知道你这样 我还不如给孩子请个保姆呢 还有 以后在家必须给我化妆 拉里拉她的成什么样子呀 你看看你的眼圈 知道的是黑眼圈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故意涂黑半个吓人呢 你自己看着不害怕吗 我没想到 这些年我为家庭的付出 为孩子的付出 在她眼里竟这么不值一提 也是时候收起依赖 将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了 王涛涛 你扪心自问一下 你每天下班回家 第一时间吃到的饭是谁给你做的 你每天晚上洗澡的热水是谁给你放的 你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是谁给你洗的 是我 可这些你都看不到 你只能看到我做饭没有放盐 我衣服洗慢了 只知道孩子头上摔了个包 是我没有看好 衣服没有运好 是我失职 我身材走样皮肤变差 是我自己不自律 我曾经以为这些都是婚姻带给我的 是孩子带给我的 可是现在我才知道 这是你给我的 你有必要说这么极端吗 极端 家里的家务你有做过吗 孩子尿不湿你有换过吗 你不高兴了可以拍拍屁股出去潇洒 甚至可以把所有的不开心的求情都推给我 我可以吗 我每天只能被孩子被家务 圈在这个几十平米的地方 凭什么最后我连受气都不能 你搞清楚 我是你明媚正娶的妻子 不是你情绪的垃圾桶 更不是你的保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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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吗 ann 凰 我 上 我 adv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